我是一米九的女生小马 我们帅女宿舍播放也都一个亿了 很多人都好奇啊 为啥一个宿舍能有四个像我这样的帅女 什么东西 其实凑齐四个人很简单 首先是我 一米九的小马 组合概念center 兼门面担当兼保姆 再从公司随便抓一个美妆博主 帅女铁头 然后随机抽取一名幸福宝贝 可惜吧 来来来 给我面试拿着单 通通没准了 来来来 最后拉上我们看似平平无奇 其实一肚子坏手的编剧老师 哎小马 是一个一米九的女性 很多男人都比于我的美色 哎 你怎么拿我这画的画面呢 这不是你让我画的吗 基本就可以看一眼了 开心的哦 叫我个 其实我们四个人也没上特色 就是人特别四个 来是谁啊 来是谁啊 看看这些 我们就是很普通的女生 能玩在一起也是因为普通女生 比如电竞 美女 豪扯 而且我们都有一样的梦想 男人喝车都是见一个爱 不过他们是真敢想啊 我是真敢换 哎好了 新买的是 我去真买了 这是图王还是图王一个咋 这是上汽当中图王 图王应该是大股 都运动力的 像咱们将冲拍摄啊 拖加在口 这七度的图王就更合适 太大了嘛 5米8米的课 这你会不会洗啊 四个你挪水也都不济 我去你上里四次 真挺帅的 这隔山logo都是发光的 这严扣 这车榜上绝对不在卖 这不应该可以啊 你别说了 这大天看着就是爽 这车真挺大的 新鲁小白能开罐吗 你上你也行 这个有自家管辆服务 你看那个定速巡航 主动刹车 咋不是个新手 百公里油耗还只有7.40 但是名家都不行 我正准备考课三 你借我店里买的 老公和车 树不外借 但凭我们的关系啊 老公可以借 车是真不行啊 主要因为我没老公 但这有一辆车 我是1米9文静女神小马 这位是我妈 给她自己介绍的 你好 理想女婿 为了是否和我 能够爱情顺激 我叫来的闺蜜团 替我把关 你这个生命线 就代表生命 你这个事业心 代表事业 我给你耗风拜 这个脉搏 瞧你有力 首先排除是洗脉 哎呀他这都不行 你看我啊看我啊 你有没有腹肌给我看看 我能根据你的腹肌看出来 你有几个腹肌 啊我 你看看 你这都在里面 行了行了 都给人说这种害羞了 帅哥 害羞那样 可以多多好 哎呀 行了行了 来一会儿 我们一会儿 看看爱情酒店剧吧 来试试我新买的 小肚天天归自己 这个很方便啊 我都有点 在那儿 还能做出最高贡 随行生效 最杂的身材 非常的好 27盾 超大的一期 必须给你 一生意 还是想看剧的吗 哎哎哎看累了吧 这里还有专业的A.I.C.叫呢 特别多的健康课 我们俩一起练着 来小肚 打开健康课程 是不是走 我都不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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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这小肚天天归 密集就能退职 好家伙 果然要防火防盗 防闺蜜呀 我是米姐的老公 专制爱情的母亲 是问题 是我男朋友 昨天他跟我结婚了吗 我想查查能带你 昏姐是吧 我收 送 平时会 哦 他不会喝酒 哦哦哦哦哦 杀广吧 小毛病 那以后你们抓紧 只很容易恶化 呃 你这麦形有点乱的 这怎么回事 要不要紧啊 没啥 咱们 老师因为吸引人太多了 不会吧 才挺浪谁啊 我的臉部都用到墨 就跟那前做个吧 瞎说 你们自己 脾气一个 剩下指板都不明确 我得事情检查一下 那你那天去电地行 你俩孩子那地方他啥了 我 我没有 那谁是大谁 我咋不认识啊 就那谁吗 谁 我刚才那就是 媳妇你听我讲什么 不是说解释 神医呀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听你一说 我百家庭照片就得出不出 我一招 一半就自己 你可以这样吧 宝宝 宝宝你怎么了 抽包了是因为压力 他大宝宝的身份 我把他手机给我 我看一下他的软件 我去换上鞋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换鞋啊 一号一号鞋 进来 你看 为什么 总在最丑的时候 碰到对不起的那家男友 家伙 你还换鞋啊 怎么着啊 分手之后 不但你变得这么丑啊 连找男朋友 也都变得这么丑啊 不是啊 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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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手之后 一号鞋 我女生是谁 二号 二号 小的 因为害怕这种情况再出现 所以以后我们必须得精致装扮 你还有多久能好 哎 我都开始打底了 快快了 你还有多久能好 哎 我都做没忘了 快快了 你还有多久能好 我这次要到寿宝 这次真快好了 我好了 你们去忙啊 我们毕业了 终于在拳装的时候 又一次碰到了前男友 来讲话 先说好漂亮 教授是我不好 快哥们 你光明就是那个翘翔翔翔 然后商量商量 多少了也是 行 那以后你跟我们住就行了 因为我们是你家人 保安 这个哪里要穿 没有什么都出来 他也是你都不成为 不是这样 想起相爱的一家人 我的小妈 是一个职场中单 坐中间且公单 我跟他们不一样 早已被忙碌的工作填满 即便如此 我依然正义凛然 谢谢你马哥 下回我也帮你床上 那我们一会儿 你再帮我请 没问题 据说至少很难遇到 同病的人 对此我深有感 老板 我们工作服都会 把裙子放上裤子 这么短 真的很多账 不行 都穿裤子的话 怎么把男女员工都替分开 老板你看 穿裙子是男员工 这样是取得开的 我老板多棒 你先坐着 这样的公司 何从不能坐大路墙 上半身到 我的老板身在上 因为同为女生 所以在职场 我更懂得照顾 你不是要减肥吗 我帮你吃下吧 你给的好 这样感觉好多了吗 你来那场了 顾师傅你回家待着 我别在这儿挺着了 可是我晚上看到一个 新年车车 卖身不卖艺 他是不是走错了 说了我是女生 他还是不相信 表现不错 小马 你这个女生真不简单 不只我这个女生不简单 每一个女生都不简单 上班哪也不碰的 碰了也不能让老板火火 咱们的金主妈妈高洁死 就会像天远地渠 真正一片尾声巾 今天开始做一个有素质的职场女性 卡点拿卡没有迟到 我可真是 你看下来都几点了 9点 01 9点上班 9点再来 你这个公司女这么不热爱 作为一个有素质的人 我应该这样和老板解释 是这样的老板 我昨天找人算过 大师说我今天这个家出门会遇到贵人 你看 干嘛就遇见了吗 你这样啊 不行 这样虽然老板会高兴 但我一天都不会束缚的 或许我应该这样 9点上班 9点再来 你这个公司女这么不热爱 你看看人家 人家8点多就累了 现在都关心投入工作了 他们都把哪个人来的 对啊 他们牙人都有菜 不行不行 这样人生公司太没素质了 要不我这样 9点上班 你10点开来 你怎么对你这么不热爱 但我最终还是巧妙地化解了这场尴尬 没素质真快乐 我是一米九的女生小马 认识我的斗子 我是个温柔内敛的直上小白花 而像我这样的实习小姑娘 公司可远不止一次 按小说的发展 像我这样特别的女孩 一定会遭到爸爸总裁的关注 总裁虽然看起来不高 但隔一米九的身高比起来 真的很娇小 你们一群小姑娘 怎么穿西服干什么 你们是老板 她是我是老板 哎呀 瞧你说的 那行人一看就能看出来 谁是老板 作为女生 一定会遇到一些职场的困扰 以后只要来上班 必须换好装 穿好高尔鞋 保证学校实际工作的分众 我们是很民族的 调查文学院也征求了大家的意见 王秘书 穿搭一下 你同意上班画着 穿搁搁鞋吗 80%的男人都选择同意 10%的女人都选择同意 少数服从多数 王秘书 服从监督 虽然不敢苟同 但我依然选择严格执行 先搁鞋 男生毕竟画着 穿搁搁鞋 不然不搁鞋 80%的男人自己选的 咱们少数不中多数 上班真好 我是1米9的女双小马 这是173的我妈 很显然 我们拥有最萌神高的她 你是不是多少要喝酒去呢 虽然只有我一颗独苗 我妈依然有儿女双全的烦恼 你看这个日系走不来 是不是够寒呢 这个问题哈 这个你有儿子我两人说了 影响不大 后来也不解释了 因为我妈发现这种误会 不仅减铃 还显富贵 你不是真情 难过年纪不大 因为这个形象 我妈也十分操心 我的人生大事 母爱总是有很多方式 虽然高效 但是射死 好在大家都很给面子 他不喜欢女孩 他得找小男孩 但 很少能见到你 这么看你的母亲了 和所有妈妈一样 在她眼里 我永远是个孩子 她永远是年轻姐姐 你现在小时候 你那时候不懂事 你很老吗 怎么都要婆婆 妈有没有那种可疑 就是这个婆婆 不是一种年龄 而是一种身份呢 火烈啊 火烈啊